宋朝军队兵败区野和西地的事件 让很多人被追究责任 司马光却调毁首都开封 但这为什么会成为他心中抚不平的伤心事呢 敬请关注司马光之痛苦的关照 公元1057年 宋朝一支1400多人的小部队 不听命令擅自进入了区野和西地 然后在段道屋这个地方 被西下三万大军包围 经过激烈战斗 宋朝军队损兵折将惨败而归 这件事情让宋朝朝野震惊 朝廷很快派人前来调查 司马光的恩师庞吉想为司马光开脱 于是拿掉了相关文件 这使司马光看上去和整个世界毫无关系 他也平安无事地被调回首都开封 而包括庞吉在内的相关人员 都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理 面对恩师庞吉好心的安排 司马光的内心中究竟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细节节目 司马光之痛苦的关照 在1055年10月 司马光追随着他的恩师庞吉 到了宾州 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任职 那么到了1057年的6月 过了一年半之后 司马光终于得到机会 他可以离开太原 他掉到开封去工作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按道理想 他终于可以重回首都 重回政治中心 重新回到皇帝的事业当中 他应当是兴奋的 但是在那个时刻 司马光心中一丝一毫的兴奋都没有 相反的司马光的心中是充满了不舍 充满了担忧 不舍是因为他的恩师庞吉还留在太原 没有走 担忧呢 则是因为区野和西地问题 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临州首将带兵出城 而又侥幸逃回来的临州的支州 也就是州长武刊呢 已经赞压 而留守临州的临州的通判副州长 夏宇呢 也已经停职查办 这个张玉使啊 摆出了一副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 气势汹汹的架势 他的目标非常明显 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张玉使他是刚刚得到玉使的职位 他急于要办一个大案子来扬名立威 而他的目标绝不是武刊 绝不是夏宇 他的目标是当过宰相的 兵州之州 兼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庞吉 是司马光的恩师庞吉 庞吉才是张玉使此行的最大的目标物 张玉使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没打算给前任宰相庞吉留一点面子 这就是司马光为什么担心的原因 他要走了 可是他放心不下 临行之前呢 司马光就去向庞吉辞行 庞吉呢 很安详 态度很安详 你看不出来庞吉有什么心事 除了勉励之外 庞吉也没有说过多的话 他们像往常一样 饮酒聊天 这对师生之间的感情 可以说要超过一般的父子 在席间庞吉说的都是 很多都是从前的事 从前什么事呢 从前在司马光十来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庞吉跟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 都在开封的群木司任职 都坐着群木判官 他们是非常要好的同僚和朋友 那个时候庞吉常常会到司马光家里去喝酒 跟司马池聊天 菜呢 是非常简单的菜 酒呢 也是非常简朴的酒 开封市上最普通的酒 但是那两个老朋友情投意合 总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而在那个时候 只有十来岁的一个半大小子的司马光 却总是安安静静的站在旁边听 而且庞吉说 我那个时候就能看到你眼睛里有内容 你那个孩子 那个时候我就看得出来 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不平凡 庞吉说 现在轮到你了 现在终于轮到你们大有可为了 你一定得好好干 庞吉还会说什么呢 庞吉还会告诉司马光说 我老了 我今年都七十了 真的该退休了 这个哀子后边有什么话 这个话庞吉吞回去没有说 但是司马光知道庞吉想要说什么 七十岁 这是中国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七十至世 当然有那种非常恋战的 不愿意走的 还要在那熬着 可是庞吉早就想退休了 他其实在离开宰相的位置 去山东的时候他就想退了 可那时候他刚刚遭到处分 他不好意思提出来要退休 后来离开山东之后 他又想退休 但那个时候国家需要他 需要他来守边 需要借重他的边防上的经验 要让他到宾州来 虽然是极北的苦寒之地 但是庞吉觉得责无旁贷 所以退休的事情 他又没有提出来 现在他真的七十了 但是这个时候区野和西地 问题又出来了 这个时候断道屋直战 刚刚过去 庞吉知道自己是要承担责任的 在这个时候再提退休的事情 就显得他好像在逃避 所以他这个时候再也不能提退休的事情 告别了庞吉 告别了太原 这个时候的太原在司马光心中 就是一个有感情有分量的太原了 沉甸甸的太原 他来的时候不喜欢太原 远离首都远离中心 还因为那个时候太原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 是毫无关系的 他只是为了报答庞吉的恩才去太原的 但是离开的时候不一样了 离开的时候太原曾经有过他的梦想了 有过他的理想 当他向庞吉提出来 区域河西地的修宝计划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觉得他在参与历史的创造 他要为宋朝国家收回那块九尾的土地 那个时候太原曾经承载着他的希望 太原曾经是他的希望地 可是现在要走的时候 太原已经几乎成为他的伤心地 而且太原还有他的恩师 庞吉留在这 庞吉吉凶未卜 究竟庞吉70岁的老人家 会受到怎样的政治上的迫害处罚 司马光不知道 司马光担心 他离开太原的时候 虽然只过了一年半 但是可以说是一一不舍 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太原 去开封了 到了开封 司马光就发现 虽然他人到了开封 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太原 离不开区野和西地 在整个开封所有的地方 只要不是在不是在在办公 不是在处理其他事情的地方 人们都在谈论区野和西地问题 而且开封的人们 重口一词 大家都觉得 增加封 增重宝寨 在区野和西地增重宝寨的计划是断道巫 兵败的货根 大家都说就是因为 庞吉要增修宝寨 所以惹火了党 残人 这才导致了他们大兵押近 这才导致了断道巫之战的失败 这跟司马光知道的事实完全就是两回事 所以司马光就觉得 当他望着那些 完全没有边疆工作经验 对于太原的一切 其实一无所知 在开封的温柔富贵乡里头 饱食终日的上司也好 同僚也好 当司马光看着他们的时候 司马光其实是感到非常的陌生 而且他感到愤怒 他逢人就解释 他觉得他有必要为旁极 为太原工作的同事 为河东的同事辩解 他需要说服他们 需要告诉他们真相 于是司马光逢人就解释 他想要澄清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增助保债的计划是必须的 区业核心那块地 它本来就是宋朝的领土 只是因为前边那些手边的人 玩乎只手 疏于防范 这才导致了西夏势力的入侵 这才导致了西夏人对于区业核西地的逐渐蚕食 西夏人对于区业核西地的蚕食 不仅仅是宋朝损失了那块土地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都已经威胁到了 灵州州城的安全了 灵州州城看上去已经有孤危之势 就是已经非常孤立 非常危急 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 深入区业核西地增助保债 不仅仅可以恢复宋朝对于那块地的实际控制权 而且可以保卫灵州的安全 保卫整个宋朝在河东与西夏之间边境的安全 修筑保债是必须的 那个计划本身并没有错 这是司马光要澄清的第一件事 除此之外 司马光还想澄清第二件事 就是断道乌兵败 跟增助保债计划之间 司马光认为没有直接的联系 增助保债的计划 由于西夏大军的再度进入区业核西地 已经暂时搁置 断道乌兵败的真正的原因 司马光告诉他们 那是因为边防将领贸然出兵 而且那支小部队 那支一千四百人的小部队 离开临州城的时候 只带着食物跟酒 根本就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如果只是带着食物跟酒 那么出去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会想到 这不像是军队 这应该是出去浇游的 对吧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想象 这样打仗如何能不败呢 司马光想要告诉开封的人们 断道乌兵败 跟庞吉 跟助保计划 没关系 是那支军队的守将本身出了问题 他们不听命令出兵 而且作战不谨慎 所以才导致兵败 他跟庞吉没关系 就是这两件事 司马光是见了谁都说 他见了长官说 见了同僚平辈说 说的口干舌燥 嗓子里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见了几十个上百个的人 反反复复的说 有人听吗 没一个人肯认真的听他讲 有那些脾气暴躁的 刚刚听到屈野和兮这几个字 就立刻厉声呵斥司马光 你打住 不要说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给司马光开口的机会 然后脾气温和一点的 倒是肯让他说肯听 但是呢 你就看吧 那嘴角上始终都挂着不阴不阳的微笑 表面上恩恩啊啊 好像都听进去了 可是这个人刚听司马光讲的 一牛头跟别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立刻 说的还是原来那一套 而且他立刻会笑话司马光说 说你看 这真是庞吉的好学生 他为了给他的老师辩护 都开始说胡话了 在开封 在司马光的上司 在司马光的同僚当中 整个开封都觉得 断道无兵败 就是因为增助保债计划 庞吉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是整个开封都这么认为 司马光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翻来覆去的说 只是让很多人觉得 嗯 这个年轻人其实还不错 还算有良心 他的老师倒霉了 他回开封了 他还知道为老师辩护 当然也有人说 你看 这是庞吉的死党 不管庞吉做了什么 他都维护 司马光后来 在一封信里边 他就说 他觉得当时自己像什么 自己就像是传说中那种 体型特别小的鸟 这个小鸟呢 看到自己住的那个大森林里边 很大的一片大森林 着火了 于是他就想去灭火 一只小鸟能够怎么灭火呢 这只小鸟呢 就只能跑到河里边去 把自己的羽毛沾湿了 然后靠着羽毛上 滴下来那几滴 沾上那几滴水 滴到那个大森林里边 想要去救火 可是大家想一想 就这样一个场景 一只小小小小鸟 比麻雀还小的鸟 就这样飞来飞去 滴下几滴水 大森林里的火 怕能起什么作用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司马光所有的努力 全都是白费 司马光参与了收复区域和西地的计划 而宋朝小骨部队擅自记住区域和西地 和西下军队在段岛屋发生战斗 是了败战 这究竟和收复区域和西地的计划 有没有关系 司马光有自己的看法 但朝廷中没有一个人听司马光的辩解 皇帝依然派人前去调查 要对段岛屋兵败进行问责 虽然司马光已经被旁击 从整个事件中开拓了出来 但他内心中有自己坚持的原则 司马光开始给皇帝上书 那么在上书中司马光会说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于段岛屋兵败的处理 也就开始逐渐的出台 到了秋天的时候 首先是灵州的支州五刊 那么然后就是灵州的通判夏宇 这些人都被处理了 五刊是被隔去了一切职务监视居住 夏宇则被贬到了偏远地区 去当了一个收税的小官 关于庞吉的处分到秋天还没有出来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将来庞吉必定会承担较大的责任 如果说庞吉和同事们 必定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那么他司马光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 躲在旁边为自己的侥幸逃脱 而感到沾沾自喜 夏宇和五刊的处分出来之后 司马光就做了一个决定 司马光决定自己要勇敢地站出来 直接向皇帝说明情况 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认为错了的话 那我也是有份的 你们要抓人要撤职 要处分要查办 我也应该在内 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 那么责任的时候 分责任的时候 我不能逃脱 怀抱着这样一种心情 司马光首先是给皇帝上了一封状 说这件事 他说呀 断道无止战 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毫无准备 贸然出战 不在于修保 不在于过河 这是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 在修保 修保计划和断道无兵败的关系问题上 司马光仍然坚持自己的原有看法 但是他接下来说 他说现在呢 我听到人们议论纷纷 大家都说 是因为庞敌擅自助保 这才惹来了西夏的军队 导致边境动荡 损兵折将 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我就反反复复想这件事 我想来想去 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的原因不在庞吉 这根不在庞吉 在我 为什么在我呢 是我代表庞吉去临州视察 是我视察了去野和西地之后 跟临州的官员商量了之后 才提出的去野和西地增助保债的计划 是我向庞吉建议的 庞吉的错误不在于制定这个计划 庞吉的错误在于他信任了我 都是我很愚蠢 我考虑不周 我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责罚 现在舆论 整个的舆论都把这责任归在庞吉的头上 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 我在这沾沾自喜 我不说话就求自己脱身 这点我做不到 所以我司马光说 我恳请陛下 看在庞吉的本心 是要为国家巩固疆土 庞吉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个人私利 他只是太信我了 所以才犯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恳请陛下 饶恕庞吉 就治我一个人的罪 纵然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无所畏惧 你就治我一个人的罪吧 这是司马光在上给皇帝的奏状里边提到的 他请求皇帝单独惩罚他自己就可以了 在这篇状当中 我们其实还能仍然 还仍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觉到司马光那种不甘心 在修宝和兵败的关系问题上 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他一辈子都纠结 他一辈子都不同意是修宝导致了兵败 但是司马光的纠结却不能改变这个问题最终的处理 到了这一年的11月 也就是1057年的11月的时候 庞吉的处分决定终于下来了 庞吉被剥夺了节度使的荣誉头衔 然后呢调到青州 现在山东去担任一个支州 节度使呢是宋朝官员的最高级别的荣誉头衔之一 那么文官呢也有担任节度使的 节度使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对于文官来讲 他还不是最高级的 但是对于文官来讲 这个节度使头衔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工资高 待遇好 节度使头衔没了 对于庞吉来讲 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处分 是一个处分 但不是一个很大的处分 因为庞吉本人还有官文殿大学式的头衔 这是文官的荣誉头衔 而且他还有户部侍郎的级别 他还有青州之州的职位 对于这个处分 庞吉其实看得很开的 他其实了 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作为河东军区的最高长官 庞吉觉得自己应当对于段道乌的战败承担责任 关于自己庞吉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唯一担心的是谁 是司马光 他不希望司马光受到任何牵连 而这一点上边 他成功了 在专案组展开调查之前 他把司马光就调回了开封 而且专案组在要相关文件的时候 他把只要是跟司马光有关的 全藏起来了 没给他们 所以专案组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找不着司马光的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庞吉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肯定心里头非常得意 肯定非常欣慰 庞吉可以这么想 但是司马光又怎么能够安心呢 对于庞吉 对于恩师和同僚们受到的处分 司马光怎么样能够做到无动于衷至身事外呢 完全不可能啊 得知庞吉失去了节度使头衔 调任青州的消息之后 司马光再次向皇帝打报告 主动请求处分 他说修保计划是自个儿建议的 如果要治罪 首当其冲治自己的罪 而且他告诉皇帝 他说 我是庞吉的基要秘书 庞吉是最信任我的 所有的边防事务 庞吉都要跟我商量 而且我说什么庞吉听什么 司马光可以说是竭尽全力 他就是想让仁宗皇帝相信自己才是最后的阔首 自己才是那个最应当处分的人 因为区域和西地事件 很多人都受到了处罚 而司马光不仅安然无恙 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而且仕途上还有上升的趋势 这让司马光的内心中充满了挣扎 不管原因是什么 司马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为了一个恩师 出卖了挚友的人 这就是当时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认定 按照司马光的道德原则 这样的人根本就没脸活在世上 那么处在这种无奈的现实和内心的道德相互冲突的环境之中 司马光会表现出怎样的精神状态呢 但是呢 这篇报告打上去跟上一篇一样 打到皇帝那就拟牛入海 无消息 皇帝根本就不理他 皇帝不理他 司马光又去找宰相大臣们 书密院的长官 中书的长官 宰相书密室他都找了 他去找他们干嘛呢 求他们 求他们一件事就是你要处分我 你怎么处分我都行 要不然你杀了我 你可以杀了我 你可以把我流放到最边远的岭南去 再不计你把我跟像那个灵州通判下乙那样 你把我调到边远的地方去工作 总之我必须受到处分 我一定要受到处分 司马光需要惩罚来证明 来证明什么呢 来证明他没有背离同僚 没有背离那些在河东的同事 没有背离他的恩师旁极 但是 对于司马光的请求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专案组既然能够把藏匿文书作为旁极的罪证 那么专案组肯定还是了解 司马光在其中是曾经起了作用的 那么这个信息 皇帝不会不知道 宰相大臣们不会不知道 他们应当知道司马光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 他们更知道 司马光确确实实是旁极的亲信 但是这些人 皇帝宰相大臣 这些人 他们好像跟旁极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他们好像合着火 要给司马光一份清白的礼礼 对于司马光所有自行处罚的报告 这些人统统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他们都闭起了眼睛 关上了耳朵 司马光怎么说 他们就是听不见看不见 随便你说好了 在这种情况底下 司马光甚至曾经想到说 我干脆就 我干脆就去死好了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直接死掉算了 但是你可以直接死掉算了吗 不能啊 在这个时候 有要好的朋友 一句话就把他给吓住了 他们说什么 说你明知道朝廷就不会同意 你还这么做 你想干嘛 难道你想 事伪以采明吗 什么叫事伪以采明呢 就是说 你摆个姿态来孤名调狱 反正你也知道 大家不会惩处你 你现在就故意摆出一副 忠诚的学生 忠诚的臣子的样子 下午下午大家说 如果你们不惩罚我 我就自杀 那你这不就是顾名调狱吗 这句话可真是把司马光给吓醒了 也吓怕了 他真的就不敢再说了 他忽然明白 其实在别人的眼里 不管他的心里怎么纠结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 包括他的好朋友们 他真正的知己的眼里 他司马光都是区野和西地事件的唯一的受益者 不管他说什么 都会有得了便宜卖乖的嫌疑 这下司马光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他只能彻底沉默 区野和西地事件 让他的恩师庞吉失去了节度使的头衔 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只有他司马光一个人是被撇了出去 他全身而退 毫发无伤 不但毫发无伤 简直就像是得到了奖赏跟优待似的 那可不是 别人都受到了处分 可是他只有他司马光是在这个关节点上 调回了中央 这应当是个奖赏是个提拔吧 这样的局面肯定是庞吉想要的 但是是司马光想要的吗 不是啊 但是庞吉已经做出了牺牲 这时候如果司马光再多说 招致了反对派的攻击 那就搞不好就会让庞吉前功尽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司马光也不能再挣扎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不管是折磨也好好处也罢 却是司马光万万都不能够拒绝的 不管原因是什么 司马光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出卖了恩师和挚友的人 这就是当时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认定 司马光有那么一段时间简直就是磨正了 他吃饭的时候 想到这些那个筷子停在空中就下不去了 然后他放下这筷子 这饭就不用吃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这件事 他是睡不着的 他怎么可能睡着呢 他就一遍一遍的垂着床铺 一遍一遍的叹息 到了白天出门去上班 在衙门里办事 只要有人正视其面 就是正眼看着他 盯着他看 他都会觉得心虚 他觉得 看他的人那个目光里头一定是充满了责备的 他觉得大家都在笑话他 为什么 就因为他自己就在利益当中 他自己就在那个风暴的中心上边 他自己甚至他自己可以这么说 他自己就是那个利益纠缠的核心 为了保护他 庞吉销毁了相关的文书 李治告诉司马光 庞吉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他违反了制度不符合原则 这是司马光从原则出发 可以得出的判断 他觉得庞吉应当交 但是庞吉却告诉司马光 这么做虽然不对 不符合原则 但是是必须的 你看张玉使那个情形 他会跟我们讲道理吗 他要立功 这人是刚上来的玉使 正要想自己建立功名 这个人绝对不会跟我们讲道理的 庞吉一辈子在大宋官场臣服 他知道司马光如果承担了宋朝军队 在区域和西地兵败的责任 就很难再有升迁的机会 于是庞吉主动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而且设法把司马光调回宋朝的首都开封 庞吉的做法无疑是在保护司马光 那么司马光后来仕途上的顺利 和庞吉的保护有关系吗 其实后来的实践证明 庞吉绝对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区域和西地案件当中 受到处分的 有一个林州的通判下意义 这个人呢是被贬到边远地区 做了一个收税的小官 身上就背了一个处分了 那么后来下意受到宰相大臣的推荐 参加广阁的入职考试 广阁其实就是宋朝的高级官员预备队 下意能得到这样的推荐 还是很了不起的 参加考试 下意呢也考过了 可是这个报到皇帝那儿 下意要进广阁了 这个计划报到皇帝那儿的时候 就有两个御史站出来批评了 说什么呢 说下意这个人呢 两条 第一条呢是说素无学术 第二条就是常任林翠败事 翠是什么呢 就是通判副州长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当林州的副州长的时候 曾经呢对区域和西币问题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曾经受过处分 这两条当中我们看一下 第一条说他说他素无学术 对吧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下意能够受到宰相大臣的推荐 而且能够通过 他是通过考试的 他能通过这个考试 那证明这个人也不是完全没学术 对吧 可能够不上高标准 但是一般标准这个人有学术 这条其实不算术 真正把下意挡在了广阁外边的 就是第二条 常任林翠败事 曾经担任林州通判不称职 这就成了下意一生之中 习也洗不去的一个污点 下意这个人也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有很深厚背景的一个人 他的太太是太宗的女儿的女儿 就是公主的女儿 这个人家里头是很有背景的 这样一个人得到了宰相大臣的推荐 那应当能力也是不错的 可就是因为历史问题被挡在了广阁的外面 这时候什么时候了 大家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下意 因为历史问题被挡在广阁的外面 已经是区野和西地问题发生十年之后 整整十年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皇帝啊 已经换了撒了 人宗 英宗 神宗 这是神宗刚刚当皇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皇帝都换了撒了 但是下意的这个历史的污点 还在那挡住你的去路 如果我们拿下以后来的遭遇来往前看的话 就不得不佩服 庞吉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的见识 庞吉不惜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来换取司马光政治履历的清白 从事实层面上看 司马光没犯错误 他没违反制度 他的表现也符合当时的道德原则 但是他却是庞吉的错误的唯一的受益人 对原则的坚守 就让司马光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他没有办法不鄙视自己 司马光的痛苦在不断的积聚 这种痛苦填满了他的胸膛 就让他没法呼吸呀 他急需要一个出口 来疏解自己内心的痛苦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需要一个懂得这件事情 懂得他 然后又能理解他的一个听众 但是他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门 他跟林州的旧同事都不再来往了 特别是林州的通判下语 这个人在司马光离开的时候 半路上还给司马光写过信 司马光当时跟他有通信 但是后来慢慢随着事态的发展 事态的变化 司马光越来越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耐有求荣的人 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下语 所以他后来 他虽然几次提起笔来 想要给下语写信 可是他觉得人家下语 被贬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做 管自己在开封 享受着荣华富贵 享受着开封这大城市的生活 而且自己看上去还很有前途的样子 他怎么好意思再去打扰下语 所以司马光主动不理下语 但是这种不理不是说他瞧不上下语 而是说他觉得自己实在是配不上下语 不配跟下语再继续交往 而且他觉得下语一定比试自己 比试透了 他觉得自己没脸了 但是就在1058年的夏天 就是曲约和西地事件过了一年之后 司马光竟然就收到了下语从他被贬的地方 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 看到这封信 司马光才知道 原来他并没有被朋友们抛弃 原来朋友们同事们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卖有求荣的人 原来大家理解他 所以收到下语那封信的时候 在盛夏之中 司马光收到了下语的信 他读着下语的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一定是流着泪 一直都在流泪的 他流着泪读完了这封信 然后又流着泪给下语写了一封信 诉说自己这一年之以来的心路历程 而且写完了那封信之后 他又觉得纸短情长 还有未尽之意 于是他又在这个信的后面又附了一张纸 又别纸附书 这封信跟这封别纸附书 都保留在司马光的文集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上边谈的有关区野和西地的具体的经过 还有司马光的纠结挣扎 就是主要的根据 就包括这两封信 在1058年的夏天 司马光经历着他一生之中 可以说是最大的煎熬 就是一个人一个坚守道德原则的人 跟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的碰撞 在别人的眼里 司马光是一帆风顺的 朝廷甚至要提拔他做开封府的推官 到了1058年的夏天 开封府的推官什么概念呢 首都市的第三把手 40岁的司马光可以说正是大宋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庞吉的努力没有白费 庞吉虽然受了处分 到山东去了 但是庞吉可以微笑 可是司马光不能这么想 他还处在那种道德原则与现实政治的纠结之间 他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有了夏宇的那封信 但是他仍然 他的那种感觉上始终还是扭不过来 他处在高度的纠结之中 司马光的心中 虽然中央要重用他 但是他心中却萌生了趣意 他向中央打报告 要离开首都 要到外地去 那么朝廷究竟会不会接受司马光的外调请求 司马光的人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